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是REPT REPT部分的話工資大概長這樣 我是建議各位就熟練它 另外這個INT其實不加也沒關係 因為你會發現假設你給他1.58 他REPT還是 不會因為你給1.58 他就重複1.58顆星 他還是給多少?給1顆星 為什麼?因為星號 他沒有小數點 現在沒有這麼厲害 如果REPT之後你會看到是 1.58顆星產生的話 那EXELL就厲害了 也許後面的版本會不會有 但目前是沒有 所以你不加其實也沒關係 這個有時候還是按照實際上的狀況 來決定 那底下其實他會有一些說明 比如說這個LUMBERTIES 這是代表什麼? 他底下有說明 可能慢慢各位 所以也要習慣他的相關敘述 所以有點像 他問你什麼問題 你給他需要的東西 然後他比如說TEST TEST就是文字 所以你一定要給文字 然後LUMBERTIES 有沒有 這個地方已經跟你講說要數字 所以你要給數字 那所以你給他他需要正確的資料形態的話 那他就會給你正確的結果 所以函數最怕是什麼? 他需要文字你給數字 他需要數字你給文字 那就不對了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他要什麼 資料 你給他正確的資料 結果就正確了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來看LEN LEN更簡單 我們往上 在這邊 比如說身分身字號是否正確 那身分身字號的話一定要10 所以 我如果要看一下身分身字號 那算一下這裡面到底是不是10個字 總不可能說自己用眼睛 慢慢算吧 OK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是 插入函數 有沒有然後用文字裡面的LEN LEN的話L開頭在這裡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給他 有沒有他問你說TESTV TESTV顧名思義 應該是說 你要計算長度的那個儲存格在哪裡 有沒有那我就跟他講說 在B3 有沒有所以其實他有點像敘述性的 你理解了你就給他對的 他就OK了 所以其實很多軟體 他其實也都是類似像這樣跟你互動 但是你要懂得跟他互動 有些我發現很多人 之所以那個軟體不會用 是因為你不懂得他問的問題 你給他錯誤的東西 當然結果就不對了 OK 所以其實也沒那麼困難 大家了解就可以 另外的話 順便 也要 注意一下 就是說 你給的東西 有沒有 那他會顯示在哪裡 他會顯示在你的右手邊 有沒有你給他了對不對 然後他跟你講說是不是這個東西 你會發現前後多了雙引號 有沒有 有雙引號的話 表示是文字 OK 這個差很多 文字跟數字在以世友的世界 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我們看到會是一樣的 那這個也是造成錯誤的點 那底下的話 他就跟你講說 這邊我幫你算完了 結果是10個字 10個字 OK 那對不對呢 身份字號10個字是對的 那什麼是錯的呢 錯的應該是向下填滿看看 有沒有錯的 有 11個字就錯 所以你看 馬上一拉就OK了 有沒有 他等於是 如果這邊的話 有1萬個人的身份字號的話 那你就可以馬上把 不等於 10的 挑出來 有沒有 有沒有那答案就出現了 你可以 再加個篩選 有沒有篩選的時候 你是條件不等於10的 幫我篩出來 那篩選結果 你就把它 找到之後 複製貼過去 報表就出來了 所以你們老闆說 那個身份字號裡面有錯的 幫我挑出來 如果你會用什麼 LEN 你也會用篩選 篩選 不過這個因為底下這個有資料 你如果篩選的話你可以 有不要放這邊 然後這邊不是有個資料 資料不是有個篩選 篩選的話呢 但是篩選他有一個 地方可能要注意 你假設呢 不是放在第一列的話 有沒有發現 篩選只能針對第一列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篩選的話 第一個啦你可能要先把 把那個第一列這個 這個錯誤的資料把它刪掉 然後再一次篩選 然後他問你說那你要找 錯誤的 那錯誤的應該是11嘛 所以你把11打勾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這兩個就出現了 那你就可以把這兩個的 複製貼到 你需要 這個找出來 就是這幾個人 這幾個人 這兩個人就把它找出來 然後再去查一下 原來他身份字號到底哪裡打錯 馬上就知道了 OK 所以這個大概延伸做一下 如果你需要 你只需要什麼 LEN再加上篩選 那你的問題 馬上就可以得到解決了 那當然如果你每天都要做的話 你就可以再結合什麼 所謂的 錄製聚集 再加 或者是用VBA 很快呢 就可以怎麼樣 按個按鈕 就解決了 OK 所以這個後續我們還在說明一下 怎麼樣產生 這個聚集 那性別的話 這個可能稍微再難一點點的 所謂的性別是什麼 身份證字號的第幾碼 應該是第2碼吧 有沒有 第2碼如果是什麼 1的話是男生 2的話是女生 那如果性別 你不能說 我今天性別 性別輸入1 1是什麼 他看不懂 所以你可能會需要 分兩階段 第1階段是什麼 先把 第2個字 先抓出來 有沒有 從那個 身份字號裡面 抓一個字 哪個抓 第2碼 然後第2件事情就是 做邏輯判斷 如果 這個抓出來的字 等於1的話 那就是男生 如果是2的話 那就是女生 所以需要再加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這個怎麼做呢 我先做一下 第一個 先分兩階段 第1階段是 插入函數 這個這裡的話 當然我們就用另外一個函數 叫做什麼 叫做MID 所以這裡的話 請你找到那個 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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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應該就是MID MID的縮寫 MID 中間的意思 那請各位看一下 以這個 來看 它總共會需要三個 三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是什麼字 有沒有 STAR NUMBER 跟NUMBER CHARSE 按確定好了 一樣喔 它問你三個問題 請問 第一個問題 你要切的字在哪裡啊 那你要切的字在哪 切的是身份字號嗎 對不對 第二個問題 有沒有 STAR NUMBER 這個應該是 MUM應該是LUMBER 應該 白話意思 中文意思應該是什麼 哪個字開始啊 哪個字 第二個字嘛 所以呢我們從第二個字開始 所以輸入二就可以了 然後呢 LUMBER CHAR是次 意思 白話意思應該是 要幾個字啊 應該可以知道意思啊 不過你會發現喔 ECEL我是覺得 不能理解就是它函數前面的那個 怪怪的英文 它看起來好像又英文 但是實際上它又不是一個英文 它自己取一個很奇怪的一個英文 所以你慢慢習慣 像我習慣的時候我一看 很能夠理解 有沒有 所以其實它這個 也不難理解啦 看多了你會發現它固定就是這些規則 LUMBER CHASE 要一個數字喔 白話意思是幾個字 一個字嘛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我要從第二個字 取一個字的話 那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所以喔 有沒有我給它它要的 從身份證字號 有沒有給過來了 它是個文字 所以你會發現前後有雙引號 有沒有就這一串 然後我要從第二個字 就一一 第二個字嘛 取幾個字 取一個字 那你會發現得到的結果是怎麼樣 就是這個字呢 取過來之後呢 有沒有發現喔 它中間那個字是1啦 可是喔 請各位特別特別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 都會搞錯 底下會出現1 但是呢 請特別特別注意喔 前後 多了什麼 雙引號 有沒有發現 這個雙引號呢 表示說這個1喔 它是一個文字1 那我一直強調 文字1跟數字1不一樣喔 你將來如果比對的話 你不能說 1等於1 雖然那個文字1 等於1 那結果當然就會不一樣 按確定好了 那你會發現 這個1看起來 是文字還是數字 其實在這裡看不出來 所以你把它向右下拉的時候 它 第一階段完成 可是第二階段喔 我們需要做什麼 邏輯判斷 這個時候重點來了 一般習慣喔 會把這個怎麼樣 撿下來 不包含等號 再插入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一般習慣再插入一個邏輯 邏輯在這裡 一幅 按確定 那一般習慣是喔 把剛剛的公司再貼到這裡 這個東西呢 應該是 裡面是什麼呢 裡面現在應該是等 就是1嘛 對不對喔 OK 那一般習慣是喔 如果這個裡面等於1的話 所以一般習慣是等於1 那就是男生 反之就是女生嘛 OK 所以呢我們就在這邊打一個男 然後這邊打一個女 意思是說喔 如果符合這個條件的話 那就是男生 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就是女生 那你會發現按確定喔 理論上這個是1嘛 應該是男生 可是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得到的結果是女生 而且像下填滿的話 全部都女生 有沒有 為什麼呢 這個問題也是常常 發生的喔 OK 不只是邏輯判斷喔 連那個什麼 查詢資料 V番數 也是常常同意說 老師明明我看到都一樣啊 為什麼查 就查不出來呢 一樣的道理 這個是什麼 這個裡面是 文字1嘛 有沒有 這個是文字1 那你後面等於 這個是什麼 數字1嘛 文字1跟數字1有沒有等於啊 目前看到的話呢 如果不等於那就跑女 所以為什麼全部都跑女 因為 你給錯了 那應該怎麼做才是正確呢 怎麼樣 加上前後雙引號 答案就出來了 OK 其實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我發現喔 這個問題喔 屢見不鮮 常常同學問問題 老師為什麼 明明就 沒有錯啊 而且還一直懷疑說 是不是電腦壞掉了 其實電腦沒有壞啊 我發現其實 根據我的經驗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 應該都是人的問題 電腦好像會出問題 要不就是開背好機 如果他可以run的話 通常不會壞掉 OK 所以 怎麼樣 直接前後加雙引號就OK了 特別注意喔 如果沒有加這個雙引號 永遠都不會對 OK 所以很重要喔 OK 按確定 向下填滿 這樣就對了 所以你 說實在 這個問題 為什麼我一直要強調 因為我看太多同學 問題都出在喔 那個 資料型態喔 搞不清楚 文字跟數字 雖然眼睛看 在以色列裡面看都一樣 但是 實際上 在以色列認知是不一樣的東西 OK這一點很重要 那所以喔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可能也是 可是另外一個同學說 老師喔 可是喔 我們後面的東西喔 假如不能變動 因為我可能 另外一個欄位 他就是數字 我不能動 那怎麼辦 我可不可以動前面的 也就是說 所以你們思考一下 如果 後面一定要1 數字1 可是前面的1 我有沒有辦法把 文字1轉換成為 數字1 也就是做一個轉型動作 有沒有一個函數 他可以幫我把文字1 轉換成為數字1 的這個需求 有的話呢 那其實後面也不用加前後雙以後 不過有哪一個函數可以辦到 這個也許你們可以先試 先做第一個啦 待會思考第二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今晚